那么多么的有趣,现在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去阅读,去学习,去思考圣经里的话语。 让我们学习,在哲学里如何的思考,深思上帝的话语,上帝所赐的教义,让我们不断的考察,不断的默念。 今早我们要来阅读格林多后书八章,保罗如何的编写关于捐助的教义,让我们来阅读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在这个星期。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珍惜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不要把你所吃的生命当成理所当然。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来看待,思考,如何有意义地活出这个生命。 主要求你打开我们的信念,求你引导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能够栽培,培养我们的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来到格林多后书八章,八和九章,这是保罗如何教导和鼓励格林多教会,或者呢,赐给他们这个忠告,这个意见。 奉耶稣基督是什么,如何去乐捐或捐助。 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这是摩西所教导的。 以色列也被在生命纪,立位纪里,以色列也被教导在这个教义里。 这也是,这个教义也必须是我们学习的。 主耶稣基督也教导过,使徒保罗现在也在教导。 保罗也会在使徒行传20章说,使比受更为有福。 在菲利比教会,他们培养的非常的好。 其他众教会可能需要保罗仔细的教导。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要鼓励大家捐钱还是什么,不是。 我们就会用一个错误的眼光去看待。 不是筹款的活动。 我也教导我的儿女,学习如何地分享。 不然的话呢,他们当然不会分享。 对我们自己呢,我们应该如何地了解,关于信心,关于生命。 所以在第八章,保罗就提起了马其顿的众教会,去鼓励哥林多教会。 说到他们如何在极穷之间格外地显出他们乐圈的厚恩。 他们自己甘心乐意地专注。 对吗? 而且也过了力量。 这就是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团契。 而是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照着神的质疑。 这就是他们为何捐助的原因。 我们有很多时候以为只是非常有钱富有的他们才能够捐助。 他们才能够要有这个贡献。 不是的。 马其顿众教会,他们也不是富有的人。 他们是非常普遍的。 可是他们也栽培了这个 捐助了这个 捐助使徒的心。 乐捐的心。 当然,保罗也赐给我们 最美好的 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 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然后在第十节,我们继续。 我在这时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这就是牧者的意见,的忠告。 牧师要做什么? 就是要教导,要吃忠告,吃意见。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分明。 他说这话,不是在吩咐哥林多教会。 他是在给他们这个忠告。 这是使徒保罗,身为基督的使徒, 身为一个深爱他们的牧者。 他也告诉他们, 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是与你们有益。 这个使我们能够得益处的意见和忠告。 好让我们能够拥有了解, 能够祝福我们的心,我们的灵。 这个意见只是我们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没有什么威胁。 如果你听从这个意见的话, 是与你们有益。 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福分。 只是对他们好。 这意见是什么? 这忠告是什么? 是与你们有益。 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 而且,其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 如今,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 既有愿作的心, 也当造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这就是给我们这个意见的背景。 不是普遍的意见。 是一个大纲这样子而已。 就是说到我们应当与上帝行走。 这是多么的普遍。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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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我们如何的应该。 悔改。 认罪。 改变。 回到上帝的身边。 这些意见每一个人都能够运用。 可是这是特别的意见的忠告。 这告诉我们保罗。 与这教会的关系是多么的特别和亲密。 只是当你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你才知道他在哪一个方面需要你的意见, 你的忠告,你的帮助。 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 你只能够给那些普通普遍的意见。 靖零多的开始。 这是一年前。 他们有这一院做的新。 可是呢 在一年后呢 在这个路程里 他们 这个工作可能 因着他们许多的问题 被拖延了 可能他们拥有 我们也读到他们又有纷争 和冲突 受了 教会就受了影响 他们以前是多么的团结 在心 是意念中 在心灵里 他们呢 是多么的统一 在一年前 开始 计划 可是呢 在这路程上 他们有那些传译教的 他们就有了 纷争 有这些不同的问题 他们就不团结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个工作 然后呢 这个工作就被拖延了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我们要花钱做这个 我们有这个故事 说到了 关于这个教会 如果拥有的纷争 然后就分开了 他们 要分开的原因 就是 这个 剥 马铃薯皮的 机器 一族人要投资 买这个机器 另一个 另一族人 他们就说 不要 不要浪费这个 金钱 我们也喜欢 大家一起聊天 然后呢 这个教会就分裂了 当然我们也在 哥林多教会里 看见这个纷争的问题 当然不是关于 这个 布马铃薯皮的机器 关于 他们呢 严重的罪恶 当然 这是在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里 提多在那里 他们拥有 这个好的回应 良好的回应 他们 悔改 他们 归向 上帝 这是一年 一年前了 的问题 然后一年后 保罗 要 给他们 这个忠告 叫他们完成 他们说 开始的工作 既然在你们中间 开办着 慈慧的事 就当办成 如今 就当办成 这事 既有愿作的心 也当造你们 所有的 去办成 这就是前一段 下一段 是非常重要 让我们来看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让别人 轻省 你们受累 那要均质 就是要你们 的富裕 现在可以 补他们的 不足 使他们的富裕 将来也可以 补你们的 不足 如今上所记 多收的 也没有余 少收的 也没有缺 当保罗给 这个忠告 这个意见的时候 这意见是从圣经里的教导 不只是他自己的意见 他的想法 这是从圣经里面得取的忠告 是从圣经的了解 圣经上的知识 智慧 体验 经历 还有更多 所以这就是保罗如何的 给他们这个忠告 这是仔细 小心翼翼的去解释 好让他们没有什么误解 在这里我们要看 在这里我们要看 他们呢 有愿做的心 这是好的 可是在这里呢 最重要的字 就是 必蒙愿纳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愿纳 保罗 心里想到最重要的 就是 在上帝的眼里 什么是蒙他所悦纳的 这也是 主耶稣基督 所教导他的门徒的 就如保罗现在 教导跟林多教会一样 其实这一个是我们的福分 去学习 让我们来看 主耶稣基督如何的教导他的门徒 我们是否记得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看这些 这些 是在两个词 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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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翻到 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 在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我们读到 其实福音里 没有什么 典章 其实二十章的最后一段 和二十一章的头 是一连接的 我们来在四十五节看到 耶稣如何地 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师 他们好穿长衣 游行 喜爱人在街上 问他们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在金融 我们就教他们 这些贵宾 可能在宗教里也有这个理想 他们从哪里得来这些想法呢 这些是文师 是要教导上帝的话语的 可是他们最喜爱的 就是人在街上问他们安 要在会堂里有的高位 要在会堂里有的高位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他们厌吞寡妇的家产 然后二十一章 耶稣抬头观看 见财主 把捐相投在库里 又见一个穷寡妇 投了两个小钱 就好像一个铜币一样 是他们那个时代 最小的硬币 可能今日就是两分钱而已 在印度的金钱是鲁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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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鲁币能够买给你 能够买到一杯茶 这是真的 在印度 有寡妇 他们呢 受苦 也有能够奉献 一块鲁币的 寡妇们 的人们 这是否会蒙上帝所愿啊 当然 第三节 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 说头的 比众人还多 他 穷困的情况 他所拥有的 第四节 因为众人 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 真相里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生养的都投上了 这些门徒就必须学习 他们应该看什么 看是否蒙上帝所愿啊 我们不能够看 这个富有的人 他能够给你 这么多 因为他们多么富有 这些奉献的钱 对他们来说 只是小事情 可是这个寡妇 她自己不足 可是她把自己的所有 都投上了 虽然这两个小钱 不认为差别 认为 这个祝福是神的 我会做出什么大事 可是呢 上帝所悦纳的 就是那个人的心 上帝会悦纳 谁的奉献呢 如果那个 有钱的人 她只给两个小钱 当然这就是 有问题了 可是这个寡妇 自己不足 把一切生养的 都投上了 耶稣就告诉门徒 这穷寡妇 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所以这与 在这世界上 他们所了解的是不一样 他们都只是算 那个金钱 对上帝来说 这是不一样的 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富有 的富裕 而给 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 然后呢 这里也没有提到他的原因 可是呢 在这里 使徒们 他们会解释 上帝会悦纳什么 这让我们先回到 哥林多后书 第一是什么 就是你乐意的心 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做的心 这是重要的 我们必须有着愿做的心 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本分 他只是一个寡妇 他只有那两个小钱 可是呢 他愿意奉献 他有这个愿做的心 然后我们再读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我们必须了解 我们必须 除去 我们在自己心里的误解 我们以为 上帝 所悦纳的 就是呢 凭着信心去给予 凭着我们 照着我们所无的 也给予 这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是应该 照着我们所有的 去奉献 不是照着他所无的 我愿不是要别人轻省 你们受累 不是要连累我们自己 去 使别人轻省 现在我们感到多么的疲累 然后别人 他们具有这个 容易 轻易的心 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这里的教义 我们必须 除去这些误解 有很多时候我们 自己心里有很多不同 错误的了解 然后则也会 然后则也会 阻碍我们 去奉献 然后则也会 阻碍我们 去奉献 然后则也会 阻碍我们 去奉献 自己所无的 而是照我们所有的 这两个误解 必须被除去 必须 被解释 然后我们对的 想法是什么 就是那愿做的心 自己甘心乐意地 运作的心 第十四节 那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赋予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保罗也知道 哥林多的背景 他们呢 哥林多的人 当时不算在金钱上 是穷困的人 他们不是那 只有两个小钱的寡妇 可是只是他们的心里 他们不愿意奉献 可能就是因着这些误解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原因 这就是哥林多教会 所以保罗要给他们这个意见 这个忠告 乃要均平 你们的赋予 现在可以补别人的不足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这就是保罗所教导 你的父亲 是 他日的时候 他们的赋予 将来可以补你们自己的不足 就是一个同样的方式 这就是上帝如何的操作 这是均平的 保罗也在经上提起 保罗也在经上提起 关于他们如何收上帝所赐的麻纳 这就是他们如何的在旷野 而生存 第十五节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 也没有余 少收的 也没有缺 无论我们有拥有 许多 或者我们只有一些 最终我们还足够就好 我们在生命的尾端 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户口里 有多少钱呢 有一百万 有一万或者一块 我们都不能够把它带回天家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生命 我们不要一无所有 我们年老的时候 有谁会照顾我们 这个 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时候 这就是以色列所 不能够学习的 上帝教导他们 只收他们所需要的 不要多收 可是他们不学习 他们 这就是好 像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狂买一样 这也不只是在澳洲 在新加坡 在美国都是一样 这是令人痛 令人伤心的 这个 不足的惧怕 让我们 令我们狂乱 上帝教导他们 只收他们所需要的 这是不容易学习的 可是我们 可是我们是否能够这样子来看 上帝要教导我们什么 上帝的愿啊 就是我们的确据 第一 我们必须拥有这个愿做的心 这里就是说到 我们已经 思考过了 有很多时候 当你 富裕的时候 你都不 你也不理 对于 Elon Musk 他给那 一亿 是多少 当然 对他来说 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们必须 先从一个愿做的心 而给予 因为我们 有心思考 我们做了这个计划 当我们思考过后 我们还 有这个愿意做的心 这就是 上帝会 悦纳的 我们也只是照着自己 所有的 而给予 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 巴罗说 你们 拥有 你们是 富裕 你们不是 缺乏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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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计划 我们计划 对于我们自己的学习 去做计划 对于我们的旅行 我们所给的什么单都会做计划 可是对于 奉献 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计划 如果我们做计划的话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有心思考 我们愿意 有愿做的心 这个寡妇 这个寡妇 的两个小钱 她有做计划吗 可能 这没有 圣经没有记载 还有什么 有这个愿意的心 因为你真心观心 好让你们的富足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拥有那帮助不足和困苦的人的心 可能这是我们所缺乏的 我们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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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 一个我们所认识的 是 这种人叫John和Bev 他们有这个爱心 就是John和Bev 他们再次回到了街上 去 去喂养那些流浪的人 他们两个人都中了风 他们只是呢 一个月前 几个月前 他们才刚告诉我 他们要去修养养老 可是呢 几个星期前 他们看见人 在医院外去排队 没有食物池 他们呢 然后Bev就说 她一心想要去喂他们 她就会预备这些汤 给他们 给他们喝 这就是 捐顾那些不足的人的心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 能够阻止他们 对我来说 这真的令我多么的惊讶 这就是呢 今早的信息在他们的生命中完成 不是每一次都是金钱 不是关于数目 不是只是金钱 可能是你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他们拥有很多钱吗? 不是 可是他们是用自己的筹款 自己的筹款 这不是一个商议 我也问过他们 我也问过他们 一晚或者一个星期需要多少 可能这是我 我必须知道 可是他说我不知道 我只是去煮 然后我去喂他们 他们开心也令我开心 这是我必须学习的 这就是 关心 爱心 这个 夫妇 他们有自己的挑战 自己 的病痛 虽然他们就好像马其顿的信徒一样 虽然他们的户口里没有几百万 可是他们透过自己所拥有的 愿意甘心乐意地给 他们也不说到和你分享他们的不足 他们的痛苦 他们只专注在那些穷困的人 当他们开心 他们感到有人 接受了爱心的感觉 那她也给她 看到街上有人给那些冻结的食物给他们 有谁能够有微波炉 预备自己的食物呢 当然没有 所以她就说在星期三星期五 她就预备了这个食物给他们 这个热汤给他们喝 她也不管 她能够持续多久 那她能够做的时候她就做 这就是保罗所教导的 他也必须小心 因为有人可能乱乱地控告她 可是她也必须教导 这也不是保罗如何地说 不是保罗在筹款 可是有人会假冒 控告她说她在筹款 所以保罗小心翼翼地 仔细地去教导他们 这就是保罗如何地教导 可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愿做的心 尊顾人的心 信心 爱心 愿意给予的心 所以当我再次 阅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见 John和Beth 就好像哥林多教会 拥有马其顿的榜样一样 所以在这 我们拥有John和Beth 他们也没有筹款 他们也没有拍什么 然后呢 所以他们只是拥有这个爱情 去年呢 在圣诞期间 John和Beth 他们两个都中了风 他们 最 烦他们心的 就是谁会做他们的 持续他们的工作 可是上帝 变得更加的 上帝的工作是更加的令人惊讶 更加的美妙 更加的美妙 他说 不只是 博特利的工作 还有很多人 他们自己 筹备一切 然后呢 就来到了他们的家 帮助了他们 给这些爱心里兰 你心里 你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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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任何事 你能看到这些 都会超过我们的 自己所想 自己 所想到的 这些爱心里 这些爱心里 当然 在特别的方式 我们的挑战就是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看得见 我们必须被使徒保罗 还有其他 在我们路程中的榜样 去被鼓励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世 我们必须做我们 我们尽我们的权利,当上帝供应给我们,是福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我们的本分。 这也是在Auntie Kath的声明,我们希望我们有在这个星期能够举办他的葬礼,因为呢,医院也释放他的尸体了。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还在疫情的情况下,每一个葬礼的数目必须减于一半。 不是我们以前,我们能够直接举办这个葬礼,可是呢,我们必须有耐心地等候。 可是呢,我们就花时间去纪念她,她以前也做了,用了她拥有的一切去关心别人,关怀别人,帮助别人。 你以许多金钱总结你的生命吗?不是,可是你的生命触动了许多人的心。 让我们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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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鼓励,被挑战,学习。 我们如何的,自己学习,能够培养这颗愿意捐助的心。 这就是,我们也记得保罗,提起主耶稣美好的鼓励,使比受更为有福。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我们感谢你,去给我们圣经里面的榜样,马其顿,使徒包罗。 还有,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他的教导,主啊,我们也感谢你, 拥有我们在世的榜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得见。 这挑战是为我们自己,去培养着一样的心,一样的灵,去完成, 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使比受更为有福。 主啊,我们,愿我们能够拥有这个福分,在我们的生命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